開放民眾申請紓困 今天的第二天了 我們今天來到了三重區公所 這邊人潮還是相當的多 而看到現在號碼牌的數字 已經來到了266號 但事實上實際的數字比這個還要多 因為從今天早上一直到現在 其實已經過了999號 再加上266個人 等於是今天就已經破千人 來到了區公所這邊 而事實上 排隊等待的時間真的是非常的久 因為我們民眾就說 平均一個人 他們要進來光是排隊的時間 達到第一個關卡來諮詢 就平均一個人 要花兩個小時的時間 不加上還要再去填寫一些申請書之類等等的 因此有一些民眾有些許的抱怨 我們聽一下找到訪問 還要等一下影印這個 差不多將近快一個小時了吧 之前排還要去填寫這個一半 又要跑到外面去影印又要另外一個地方 會不會覺得有一點是 好這筆錢呢對於很多的民眾來說真的是救命錢喔 不過呢整個申請的流程啊 光是從到第一個關卡的諮詢 再到填寫資料到最後的送件 這整個過程平均下來呢要20分鐘的時間 有些人呢可能事後還要再進行補件 有些民眾就說啊這個流程真的是太過於繁瑣了 不過事實上呢在昨天第一天的時候 其實是時間拉得更長 平均每個人呢要至少30分鐘以上 而由於呢這個政策有一點點小小的轉變 在昨天的時候呢你可能還要一戶人家的這個存款簿啊等等之類的 但今天呢有做一個簡單的簡化 你其實只要帶著自己的身份證 以及呢這個切結書 還有這個自己的存款簿 因為到時候要把這個錢匯到你的戶頭裡面 準備好這三個東西 再到現場來跟這個現場諮詢的人來詢問 到底自己是不是有符合這個資格就能夠申請了